《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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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劇? 其實本來打算4月拍的 然後因為去不到台灣 所以就退到10月開拍 所以其實遲了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本來你打算去台灣拍多久? 本來台灣打算一半 哦 三半年? 是的 多的 有20日左右 本來我們都一直在跟台灣那邊談 都在申請Visa 然後臨說申請到 然後台灣那邊就說開始爆疫情 所以就說現在封了全部外國人不給入 會不會很失望呢? 即是你本來聽到去台灣? 有的 有的 因為那個故事其實去到 即是說可能不能拍到台灣 我們基本上要重新寫過 有很多設定上不能用 是的 其實都挺難搞的 挺難搞的 所以最後 因為我們要趕10月開拍 所以去到最後一刻都還在寫劇本 是的 那你那些寫實節目也做過 是的 然後劇本也做過 其實你還有什麼想拍? 電影 電影 是的 電影一定是最大的夢想 最大的夢想 是的 即是你一開始就是 銳耳就打算拍電影 我想每個導演都是 同步發生著 同步發生著 即是我那時 因為2015年ViuTV說準備開台 我就是2015年自己決定出來做freelance 接著就是機緣巧合 有人介紹 就說 我們有個節目沒有人拍 預算不多 那你做不做? 我說什麼都做 那就是夜曲十三 即是夜曲十三 是的 OK 沒有說什麼要求 我也什麼都不懂 我連電視要出什麼format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 因為我也是剛剛出來做事 你當時是剛剛畢業? 畢業 三年 畢業三年 是的 那你之前是否接觸這一行? 之前在香港電視做PA 香港電視PA 接著就去了一些博客公司 就做一下PA 接著再去了中大就做助教 那我就想是向著 即是香港還沒有很多 甚至是沒有的一些劇集 去發展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是 Liar Game那類東西 即是金制之國 那 魷魚遊戲我一般的 說真的 那 即是一些設計得很好的遊戲 的劇集 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沒有想過進TVB的原因 TVB有找過 是嗎? 是Viu之前 之後 Viu之後 即是20個之後 是 我推了的 OK 為何呢? 為何吸引不到你呢? 例如是 他要我局用一些演員 那我就不太想 我是很喜歡自己 Cast 一些人 我自己選擇 是的 題材上 雖然他說是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我又不是很放心 始終都 所以最後都是 留在Viu也不錯 即是限制了你的創作嗎? 是的 始終都是限制創作 我怕 還有始終我 由ViuTV第一年開課 我已經在 雖然我不是員工 但是我一直都一直幫他做事 嗯 那 即是有點感情 有癇情 嗯 嗯 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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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祥